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聽花媽說說話 今天開始我們要進入一個特教老師的單元 我們會訪問一些我們需要的資源 或者是怎麼樣去申請一些特殊需求孩子需要的資源 或者是內容學習之類的部分 可是在那之前我想要先講一個 很多人在網路上問我的問題說 花媽我家的孩子人進行互動不好怎麼辦 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有點大 不過我思考的一下下 我覺得是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我有發現很多孩子人進互動不佳 其實跟不會玩很有關係 玩本來應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一旦進入了團體進入了學校 就有跟別人互動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從孩子小小的遊戲 兩三個人三四個人開始 然後去做一些教導孩子 陪伴等待忍耐或者是怎麼樣 跟別人一起玩的盡興的這個部分 我先講我們最常玩的躲貓貓好了 如果在家裡面跟爸爸媽媽小孩躲 其實沒有什麼選擇的問題 我們都會為了孩子去遷就他 然後選擇他的角色 可是這個一旦進了學校以後 誰來當鬼 誰來當那個躲的人 其實就有一個選擇的問題 那我有遇到一些比較固執堅持的孩子 他就是要當鬼 那或者是有的人不喜歡當鬼 他會推別人去當鬼 所以這個選擇的部分就有可以調整的空間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我們有一些孩子他非常的執著 他還不太習慣學校 下課只有十分鐘 以至於他在玩躲貓貓的時候 他就 一二三 然後同學就會大叫就說 你數太久了 等一下就上課了 小朋友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就想一想就說 可是我想要數得很清楚 我怕你們聽不懂啊 家裡常常都是先教數數有沒有 從一數到多少順便教學這樣 可是到了學校以後 他的規矩就有點不一樣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同學就跟他講說 你就數快一點隨便數就好了 結果這個孩子很生氣說 不行我一定要清楚地數 結果又從頭來一二三 好這樣狀況底下 沒有預備好 下次就是沒有人要跟他玩了 或者是有人要跟他玩 就開始想針對他的執著該怎麼辦呢 就有朋友跟他講說 一加九等於十 二加八等於十 就叫他直接用加法算 欸還是叫交認知啊 其實不是這樣 是他必須有別的方法去調整 我想我沒有辦法給大家很具體的方法 不過從一數到五什麼的 都是可以調節的方式 我們先預先了解到孩子的一些固執 然後可以怎麼處理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遊戲就比較複雜一點點 他叫做老鷹抓小雞 那老鷹抓小雞呢 總共有幾個角色 三個嘛 有老鷹 有母雞 有小雞 只有三個嗎?未必齁 在學校的時候他的人數會更多 而且他常常在一開始的團體課會玩到這個東西 那老師們也就請注意了 如果孩子的狀況比較特殊 他有一些情緒的部分會比較多的話 請注意 老鷹要勝選 因為很可能老鷹就跑很遠 我們會不知道他是不是跑到學校外面去了 這個規範都要先有齁 那母雞的這個角色也是要守護 他不好做 因為他要保護很多人 如果他沒有保護很多人 可能母雞就被罵 那接下來是小雞 小雞難道就是隨便按插嗎? 當然也不行 請記得第一隻小雞不好當 因為他要當大家的點伴 最後一隻小雞更難當 因為他要跑到哪裡去 又很容易失控 所以我想 就這個節目我稍微來提醒 大家可以怎麼去思考 要玩老鷹抓小雞這樣的東西 避免孩子以後沒人要跟他玩 那其實孩子在下課時間 很容易在躲避球 玩球這些東西上面 跟大家有所衝突 有的孩子又很怕被打 有的孩子很愛打人 我想這個部分都可以先討論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請張家銘特教老師 來幫我們一個忙 就是我常常遇到 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身上 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小朋友一定要贏 我一定要第一個 我要第一名 如果不是我第一個 他可能就翻臉 那這件事情在家裡面 我們就可以練習一件事情 就是 讓孩子 不是一定要贏 可是在這之前 我要先讓大家注意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 3C世代 網路世代 孩子什麼都要快速的世代 我們要先學的是 要慢下來 孩子要願意思考 願意等待 他願意排隊 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要先做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有一個原則 就是 如果我只 要教導一個目標 比方說 現在是要讓孩子思考 等待人 我就不要把遊戲 弄得太複雜 我就用剪刀石頭布 孩子已經會了 我們就先來玩 好 張清明導師想請幫忙 我們一般來玩 剪刀石頭布的時候 我們就一般的說法 一般的玩法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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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是不用思考的 那怎麼樣才要思考呢 加密 一定要贏喔 那我現在要先出 剪刀石頭布 那你一定要贏我 那你要想一下 怎麼樣才會贏 才可以出拳 知道嗎 不要一開始就太快喔 把太快的習慣改掉 慢慢的就會贏 知道喔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連完 五把 你贏五把 我們才能結束 可以嗎 所以這五次都要很慢喔 請記得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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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開始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孩子都還是很快 所以就慢慢的提醒他 不要說 你怎麼那麼快 他說的是慢下來 然後真的玩五把 然後再把它結束 那至於要玩幾把 請看孩子的耐心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處理 輸 是 贏 這個概念 也就是我們現在要玩的是 剪刀石頭布 不僅要慢下來 而且還要輸 輸了才可以贏 輸是沒關係的 沒有一定要第一名這件事 好 所以現在請你連輸五把 可以嗎 剪刀石頭布 這個要想很久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好 大家在自己玩的時候就會發現 剪刀石頭布要輸 有一點點難度 那孩子就會思考 孩子就會開始慢慢的 從這些逆向思考的東西 去思考 其實要慢下來 要輸這件事情 是要花一點時間的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花媽 說說話 有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有什麼好的遊戲建議 請留言給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